有贪嗔痴 这贪嗔痴 一个贪嗔痴 就是一次三土的果报 你今天动一个晨慧心 就是一次 就造了一个地狱的因 动两次晨慧心 就造两次地狱因 动一个贪心 就动了一个落轨道的因 我们想想从早到晚 起了多少贪嗔痴吗 你越晓得 你一天造多少次三卧道的业 你这一天当中 有几分钟几个小时在念佛 而且是清净心念佛 念佛的时候一个忘念没有 那叫造敬意之音 这两个比较比较 自己有没有把握往生呢 就知道 如果我一天 以清净心念佛的时间少 动贪嗔痴的时间多 换句话说 来三还是不免三卧道 这个是没有法子 佛菩萨也救不了你的 自作自受啊 所以自己要想的 我们一个业障深重的凡夫 自己就自己都来不及了 哪里有时间就关天 这是真的 是事实 我们能在这个地方提高 我紧觉就叫开悟 这人觉悟了 觉悟了就回头啊 回头什么 回头那就是专念阿弥陀佛 至少 谢谢大家